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能够跟我每年去做一次体检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需求的 我是我的工作有关 因为我本身会经常受伤 然后的话 我会特别注意我的身体的一些小毛病 你们有每年都做体检习惯的女生举手看一看 这么多人 这个是让我略微有点吃惊的这么多举手 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身体有多重要 不像我们过去 觉得我年纪轻我也没钱 我什么都没有 唯一挥霍得起的就是我的青春 等到了你发现哪天挥霍不起的时候 那个代价已经付出了 16号 我刚才没有举手 我没有每年体检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害怕真的查出点什么 所以我很想问男嘉宾 就是万一是您查出来有一些问题呢 如果说就是真的查出问题的话 我是想着就是尽快地去解决 而且对于你的身体来说 这是一项大的事情 对 谢谢 21号 男嘉宾你好 就是我对自己的这个身体 比如哪些出现状况了 我就是特别虚 然后就想说立马去医院 说看一下 如果医生跟我说有什么问题 那我就治 没有问题 那就接大欢喜 我觉得可以啊 我觉得挺好的呀 对 12号 男嘉宾你好 我会让我父母去每年做一次体检 因为我觉得父母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包括我身边的朋友 我也会去劝他们去做体检 你不仅仅要关注你自己 也得关注你身边的人 对 谢谢 谢谢